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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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夯堂告五人的演出 為基隆跨年揭開序幕 不過現場卻空蕩蕩的一片 原來因為防疫優先 今年跨年首次取消民眾進場 改採線上直播方式 台下一個觀眾都沒有 也讓表演樂團覺得很新奇 今年很特別明先生演過台下沒有人的音樂季 也演過台下沒有人的跨年晚會在今天達成了 但是我們今天台下有自己的好朋友們 蠻開心的宇宙人在下面對不對 不過在管制區外卻聚集了一群熱情民眾 頂著韓風開心欣賞偶像演出 還帶來應援小物讓演出樂團很感動 我覺得就是支持自己喜歡的音樂 然後希望就是明年我們台灣的東西 都還是能夠繼續努力的發展下去這樣子 所以你就是真的不能進場還是可以享受音樂 對沒錯我覺得反而是另外一種特等型 對啊很舒服很喜歡聽歌然後配酒然後搖晃 然後就很開心就是雖然不能進去 可是還是可以在外面享受音樂 因此派遣少年的表演團隊成員也變身魚頭人 赤裸上身開心與觀眾玩泡泡 為這場沒有觀眾的音樂會帶來熱力 我遇到虱目魚我覺得 我們樂團覺得這是很代表台灣年輕人的魚 今天還有兩年前的台灣嗎 有努力熱身 音樂會帶來多首歌曲讓粉絲聽得如吃如醉 最後彩蛋終於出場 金融市長劉昌現身和彌先生高唱再出發 劉昌在台上的表現連一旁的民眾都肯定 我想這首歌是非常有意義喔 也是彌先生跟任賢奇他們所合唱的2020在出發 那我覺得非常的應景喔 我們在今年呢就是告別了2020年喔 不是很平靜的一年 然後在剛剛我們迎接了2021年的一個來到喔 那希望2021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再出發 劉昌還與市府團隊一起和線上觀眾倒數 並用國際級的精彩煙火照亮整個基隆夜空 最後壓軸由精英樂團宇宙人以拿首歌曲 陪大家一起告別2020開心迎接2021的到來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記者 張祈藤 金融報導